大家好我是洪茶 那今天呢來探討姜維 這隻傳奇武將 因為這一次的話會大量的出現他在場面上 那他的魂石呢 是需要用持續傷害 還是呢 用普通的就可以了 就是持續傷害這個 屬性在姜維的回營上面到底有沒有用 我們來測試看看 好那我就分成兩種方式來測 一次一種呢是第一次全部都是持續傷害的 然後呢用我的黃蓋 去做測試 那 就是其他的條件的話基本都是一樣 除了臨時有變以外 那第一次持續傷害性的 臨時 那姜維一開始先發招 他發招以後呢 其實大招就會有個回營在他身上 那黃蓋發招以後 會自己損血 2820 我等於是 5個臨時都是 持續傷害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換成這個 沒有持續傷害的 那有一些的話呢是物理傷害 然後 有幾個是 像雙防的 不要讓他的 物理傷害太高 免得會覺得可能不太公平吧 那有一些什麼無視傷害啊 物理啊 物理啊 還有傷害回復的 反正我全部的呢都是 沒有持續傷害 來看看這個 會不會比較高 那一樣都姜維 先把姜維拿下來 再把它拿上去 來測試看看 剛剛是2820左右 測了兩三次 那這一次一樣 姜維呢 發招 3910 好 再 看一次 這個的話呢 是 呃 反正不是持續傷害的 是其他物理啊 或者是 雙防的零食的 他發出來 3431 3431 再放慢動作給大家看一次 所以2820 跟3431 其實 基本上很明顯 而且我都還沒有特地放 這個物理傷害的 就有幾個其實都是聯盟啊 一些有的沒的免疫啊 然後還有什麼 無視傷害有 然後還有一個 好像雙防的吧 所以 基本上呢 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覺得 就是 持續傷害是完全 沒有用的 那不然的話 再做一次的測試 可能會覺得說我放的是 這種 魂石 所以 傷害比較高 Maybe 那我就這一次呢 完完全全 放的都是這種 物理傷害的石頭 然後 來證明看看 其實持續傷害是沒有用的 有些人就覺得持續傷害一定有用 我就是想要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稍微看一下 環蓋發招 3407 證明傷害真的比較 然後 講完這個持續傷害以後呢 其實再分享一下 他需要怎麼去配 那個 薑圍的話呢 我會覺得 不要用火 也不要用 那個 水 火水塞太多了 那他的話呢 基本上他要用木 木並不是為了他的持續傷害 而是為了木去打土 他會有個傷害加成 如果你是25級的話 應該是有 40%還是50% 還是說現在已經降很低了 現在 最多的話是30%而已 所以 薑圍就是為了這樣 那薑圍的石頭的話呢 傳奇 木林石其實 最簡單的 如果你們是上書啊 或者是周牧的話 我覺得他需要的是雙防 或者是物理傷害 他物理傷害或雙防 薑圍他只要撐到隱形以後 他就非常的強勢 那但問題是你沒辦法保證 他在 第一時間之內 就會 隱形 除非你可以 很厲害的 一開始就可以隱形 他是40%的 機率吧 那如果他能馬上隱形的話 他就是持續傷害一直都有 那 在 王者區的話呢 我會覺得 比較好的是像 傷害回復 你可能有混沌零食了嘛 傷害回復 傷害減免 其次呢 才是物理傷害 但因為 我 只是小玩家 所以我的零食都是 沒有很好 都是像這個 我只要有什麼零食 我就上什麼零食 但是 將尾基本上是 回復和 那個減免 讓他只要一銀幣以後 他就無敵了 然後 一銀幣無敵 的情況下呢 你還必須要有傷害回復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被反傷反死 對 配置上 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 在上輸 或者週末 就比較簡單 只要雙防或物理攻擊 都大於持續傷害 那你們如果覺得 對這個有疑慮 你也可以測試看看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